美国太空总署的欧西李四号机器人航天器 在完成采集小星星本弩样本的工作之后 在昨天星期一离开小星星 开始长达两年半的返回地球旅程 科学家们表示 样本将能为太阳系的行程提供依据 航天器星期一离开本路附近 携带宝贵的两磅重的样本返回地球 这次长达23亿公里的漫长旅程 将是飞船两次在太阳周围飞行 预计将在2023年9月依靠降落伞 在美国犹他州沙漠着陆 欧西李四号在2016年9月开始前往本路的旅程 2020年10月成功在小星星上采集样本